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請向佛像一問信 請坐 阿彌陀佛 今次是佛學進階班 星期一 今次的題目是講善才同志 但因為時間不是那麼多 要五十三餐 你講得很詳細 時間就不太允許 所以就看時間 我可以告訴大家 說不完不要緊 你們看 看更精彩 看如果能夠拍成一個動畫 是非常之好好的 很精彩 首先就講一講 善才 在印度來說 其實很流行用一些 所謂的星相家 小朋友出了一世 看他應該是用什麼名字 因為 也是佛菩薩再來 所以變成來 也有很多歲相 譬如 他來出生的時候 房子到處都會 湧出很多寶物 和光明 所以上司就說 這個小朋友 就叫善才 其實來講 能夠房子有這麼多寶物 不是這一生的 是你過生無此劫以來 你已經共養何十方諸佛 你才會感到 你出生的時候 有種種的歲相 還有就是 能夠今生 去發心 要學菩薩行 要修菩薩道 要承受眾生 也不是今生 是你無此劫以來 你已經 種了這個種子 你自然就有這個發心 所以也會怎樣 又願意去親近善知識 希望得到善知識的指引 而達到你自己想 上求佛道 下化眾生 這個心願 這個就是 簡單講講 先才童子 他名字的由來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能夠今生 做一個中國人 生在一個中國的地方 而又能夠去聽聞佛法 又願意去學習佛法 佛陀所講的道理 而我們又願意去修學佛法 希望好像佛一樣 能夠成佛 亦都是 了生死 亦都可以度眾生 這些善根 大家不要小看 是在座每一個人 本身過去生 亦都有接觸佛教 亦都有發覺的心 所以你會有興趣 就說 咦,我要學佛 我要聽上一些佛學班 不是無端端的 是你過去生 是會去有的 只不過 今天好像一個興趣 或者一個因緣你來 或者朋友叫你來 或者你是有 有事發生 可能有些失戀 婚姻不好 很多人就這樣 遁入空門 就來學佛 來出家修行 這個是另外一個因緣 不要你去遁入也好 跳也好 你今天發心理這個 不是簡單 至於將來 譬如說 那條路你走到哪裡 你回頭 這個不要計 這個另外 你能夠接觸 你要學佛法 是你過去生修 當你慢慢 一步步去學的時候 其實我們人 這個白色田 我們這個身體 是今天 今生 你穿這件 穿這件衣服 你下一身 或者將來的身 或者以前的身 你是 是甚麼身 或者你已經 都是有人身時 你學過佛 我們這件外面的衣服 不斷去輪迴 今天是人身 或者過去的身 曾經是畜生 是甚麼身 六度其身 但這個色田 它不會滅 當你慢慢去修行 一步一步的時候 你這些東西 自己就會打出來 你自己就會知道 去到哪裡 去到哪裡 你看看 好慈悲 真的要 因為為甚麼 不要緊 因為為甚麼 這些就是我們 平時的言行舉止當中 你慢慢去 支掌你自己 這種悲心 這是好事來的 因為你支掌一個 這樣的悲心的時候 你的善根是會怎樣 增長 更加厚 更加厚 好的東西 更加給它怎樣 繼續培養出來 其實我們每個人 在這裏學佛 或者行善事 做好心 其實我們是在培養著 掌養著我們的聖胎 學佛就一定要上求佛到下化眾生 一方面要求佛 要成佛 一方面要下化眾生 這個下化眾生 你沒有慈悲心 你做不到的 你沒有體諒到他的心 你做不到的 所以其實現在我們這些人 比較公利 所以譬如你搭火車 或者巴士 大家上到車 有什麼動作 你知道嗎 炸睡 位置未必搶到 空車就一定是滴大眼去搶 當你已經坐位的時候 知道下一站開始有人來的時候 很多人炸睡 看書 你看不到 周圍有個大肚婆 站在你前面 那個老人家 都看不到的 是不是 即是已經不同了 他不知道其實 你是掌養著你的慈悲心 還有就是說 大家想想 你家中有沒有一些人 可能類似你見到的 一些人 可能你家中也有長輩 或者你家中也會有一些可能 或者需要人家去幫忙一下 即是你想到一下 你就想一下 我也希望我的長輩 或者我的家人 他搭公共交通 如果他需要有座位的時候 我也希望人家 都會讓座位給他 即是你起碼從小先 不要說偉大到我給 即是你從自己 你想一下我家中有這樣的人 可能需要的時候 你自然當你有座位的時候 你起身被他坐 其實真的 無形中這等於一個迴向 雖然是起心動念 是有所作為 但這個有所作為 在我們還要修行的時候 需要賠福 賠一個資量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有所造作 當你去做的時候 其實每次 你叫做六親眷屬 當他去到一些交通工具 一些交通的場所的時候 自然有人會遇過座位給他坐 當然除了自己修理之外 身邊的人去做一些善事的時候 是有影響的 所以變成說 我們今天來學佛 我們今天做很多事情 其實是在掌養我們的聖胎 我們如何在生活中 去掌養我們的聖胎 就是在你平時 你遇到一些事情 你覺得 哇可以做 不要執書 幾大都去做 不要放過 你就去做 自自然 雖然每樣都是有心 有心去做 但是我這個有心去做 我不是為明為你 我沒有好處 我讓座位給別人坐 別人不會說 你讓我座位 我給你錢 不會的 你只是說 我希望我家裡有老人家 我家裡有老人家 或者有老親眷屬 他行動不方便 或者他最近有病 不太舒服的時候 希望他出入的時候 有好心人 讓個餵給他 當你慢慢去做的時候 你就會習慣了 習慣了的時候 你不會去執著 《金剛經》也說 你不可以執著 這是有違法 但是我們從有違法當中 慢慢去培養 變成怎樣 你不執著已經是無謂 你不會再記住 所以其實香港有些慈善的機構 叫人家過戶是很好的 每個月在你的戶口 這樣就過了 那你可能半年 一年來才收個帳單 我自己來說 我就告訴你 我經常不在香港 你不要經常寄一些刊物給我 你也不需要每次做用你寄的帳單 你就是一年、半年 你都寄的帳單給我便好 那你自然習慣去做 你不會各式團 我今天做了善事 當你去有的時候 那你不是一個無謂的報師 你就有了 那你有 變成了那個 就不是這麼清淨 我們佛教來講 你能夠用一個清淨心去做 你所得來的東西 就是 不可以去思量分別 因為你用一個清淨心 所有的東西是不可思的 當你用一個有心 有疑問的心去做的東西 那就比較麻煩 不會是沒有功德 像梁武帝那樣 問這個大魔祖師有沒有功德 他做了一個道爭 又起子 做了那麼多 在一個世間法來講 你做了很多 但當你執著了的時候 你的功德是有流 好像一個漏斗 你投入這邊便出了 沒有意思 所以我們學佛是怎樣 從開頭 在一步一步去做 做到之後 你培養了你這種習慣的時候 你不再去執著了 沒有一個所謂 有我的詩 沒有一個受的詩 沒有一個詩的物 你不再執著了 一切都跟開頭 慢慢日常生活當中 去學習 去做 講完這個 善財的名稱 的游離的時候 就講講 善財同志 五十三餐 為什麼會有五十三餐的元氣呢? 話說善財有一天 就聽到文殊施利菩薩 講經說法 聽到之後 非常發起 就想想 人生是很難得 我已經得到了 佛法 那麼難 我都能夠聽到 這麼好的法 所以他決定了 我要進一步去研究佛法 就等於像在座那麼多位 你們接觸 佛學班 由佛學初班 到佛學進階班 或者其他法師講的講座 你們都去參加 亦都等於 進一步去理解佛陀所講的法 亦都想到自己 長久已經在六道流轉 等於我們也是 在六道流轉 亦都想到 雖然法心修理菩薩道 但也不能夠正德 為什麼 因為我們所講的 一定要善知識 如果我們沒有善知識 我們去萬修核練 不是不行 你可能走很多冤枉路 加上我們判別的事情 那個智慧未是很清楚 因為有很多是叫相似佛教 很簡單 在網上 乃至香港 全世界很多地方 都有很多打證佛教招 但未必真是佛教 那這些呢 就是怎樣 我們如果有善知識 去告訴你 你才不會走冤枉路 我亦都開學 剛剛學佛的時候 來佛清的時候 亦都聽到有人 我就在佛清識 走了六年 跟了盧聖賢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那他以為 人家可能 因為密宗是說 你的上司 他的上司 他接觸香港的上司 他真的有法 但是他們那一陣子 是盧聖賢那一陣子 他在眼前 看到我親近的師傅 是真的有法 他真的有功夫 那變成 外奸 如何說盧聖賢呢 他變成 他眼看他的上司 不是盧先生 眼看他 在香港 那個駐守 上司 真的有法 真的有功夫 所以變成 他沒有去聽 到 你的緣 或者你收福 收得救 你的緣 你就知道 原來真的 你跟了六年的 那個地方 原來真是 邪之邪見 那時候 走出去 但變成你走了六年的冤枉路 再出來 重新再學 因為你密宗 很注重私食 害怕 走來顯宗 所以變成 你想想 你的路 兜兜轉轉 有 外面有很多 一些所謂的 或者是 都好像我們這樣 是出街人的 那你有時候 不知道 不知 尤其是現在 都所謂說的 沒法 不是 別人打下我們佛教 身中吵 有自食身中的肉 獅子身中蟲 自食獅子身中的肉 會是有這些 真的有這些 所以變成是一個 跟一個善知識去參學 你就要很小心 所以 乃至你們大家出去聽 聽經文法 你們聽 你們多些去聽 剛剛學佛的 多些去聽 不要緊 聽之後你去思維 穿上一些佛學班 就會比較好些 譬如去一些比較 出名的大智院 除了佛教青年會 還有其他一些大的智院 有些靜化道場 你去聽 你才知道 那個問題 你不去聽 你不知道 因為他也是穿這些衣服 密宗也是密宗的問題 對不對 他也是穿著如來的衣服 說的也是說佛法 但是 你沒有去留意 不懂得聽時 他可以依著這本經書 是說他那套 一樣有 所以變成 大家要很小心 為何要參學 為何要善知識 這個很重要 大家不妨 再去 努力一點 看看書 有些書都不一定 有些書都是 不對的 所以你就要 多些去看 多些去聽 不要緊的 你慢慢去聽 你自然就會有 你的智慧就會出現 你就會怎樣 會看到 還有就是 自己是一個 無論你是聽經文化 或者你看經書 你看完 聽完經的話 或聽完錄音帶 聽完的光碟 那些 法師說的開始 你做回向 你的回向就是希望 譬如我今晚來聽經 把我聽經的功德 回向 我們六親眷屬 或者這個世界和平 沒有災難 我希望自己在修行道上 得到善知識的指引 三寶做你的善知識指引 你如是者 時時去做一個回向手 你自自然 你就算走錯路 都有人帶你去 就像地藏經 有人進了險道 地藏菩薩說 你不要來 這裡會有事的 有生命危險 我帶你出來 其他人要進這個險道 你都告訴他 不要進 你進了 出不回的 是生命有危險 即是得樣的 你去做一個回向 自自然 你就怎樣 有善知識 去指引你 當然我們對善知識 要有恭敬心 所以 就要參和 所以 善才同志 就去文殊菩薩 請求教導 如何去學這個菩薩行 如何去修這個菩薩行 以及達到圓滿普然行 在這個善才同志 第五十三三三 它一直強調 是圓滿普然行 大家有沒有讀過 普然十大願行的經 沒有你可以去讀 簡單的課頌本 一般會有 一般寺院每天都會做 一定會去念 一者禮敬諸佛 二者稱讚如來 三者講修共養 四者參悟業障 五者隨喜功德 六者請轉法輪 七者請佛助誓 八者順除佛學 九者行順眾生 這是講我們要修一個菩薩行 你能夠跟到普然這簡單 這十個願行去做的話 你就會可以圓滿佛道 而這個善才同志 五十三參 亦都是離不開這十大願行的範疇 所以說 普然菩薩 我們要學他 達到普然菩薩的願 我們便會成佛 走到菩薩道道眾生 所以文殊師爲菩薩 就告訴善才同志 你想做這三件事 學菩薩行 修菩薩行 以及達到普然菩薩的願行 你應該就要從參訪善知識 那裡開始 才能夠幫你完成了你的願望 為什麼 因為善知識有走過的路 可以怎樣今天成就了 可以到眾生幫眾生的能力 為什麼會成就 因為我這樣 而這個這樣 離不開六波羅蜜 報師 慈戒 忍辱 精進 禪定 波爺 這是佛教的精髓 你如果要行菩薩道 行大乘佛教 普然十大願行 你一定要去做 還有就是 那個佛師 那個六波羅蜜 你也一定要去做 如果你不去做 你沒有辦法 那你可能 或者你走 南傳方法 或者你是 守你的不正觀 那你去他們那裡的修詞 就說 自利先 自利了之後 才去離他 那在北傳 我們中國佛教 就是說 我們除了自利 我們最早要離他 但是他們那邊 就比較著重 我要下水救人 我自己不懂游水 怎麼可以救人呢 那這個是 沒有問題的 每個人跟性不同的 那在那些成了羅漢的 在南傳成了羅漢 他們有沒有道中生 一樣有道中生 只不過沒有 跟我們北傳的 經常標榜 慈悲慈悲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都在喊口號 中的種子 我們慈悲不起的 慈悲自己的家人就可以 慈悲別人就比較難些 那這個不要緊 慢慢來去做 將口號有一天 變成實淺 喊一下也不要緊 喊喊一下 希望你有一天 種子 就是怎樣 落實在去做那裏 那裏 那裏呢 文殊師利菩薩 就告訴善才同志 你要去參學 要參訪善知識 有幾樣事情 一定要注意 第一 不可以有懶惰心 參學 你親人善知識 你懶惰 今天去 明天不去 今天叫你做 你今天去念經 去拜訓 我第二天呢 精進一天 退步了三天 第四天又再來 不行 一定是怎樣 不要有懶惰心 還有虛心 因為如果我們呢 好像杯水 裝滿了水 人家說什麼 那杯水 都不可以再裝任何水 因為你已經怎樣 自我膨脹了 人家說的話 你聽不到 行心 我們親人善知識 善識識教你的 你要用行心去聽 去做 但是這個 所以為什麼六波羅蜜要精進 你沒有這樣的精進 你做不到 就好像你鋸一棵樹 你鋸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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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鋸都鋸不到 點火亦都點不著 煲飯亦都煲不起 就一定要有恆心 還有有誠心 誠心誠意去聽 接受別人的說話 以及去做 還有就是要恭敬心去學 佛法要從恭敬宗求 如果我們沒有恭敬宗 沒有一個恭敬心 你聽不到話 人家說話你聽不到 他不會告訴你 在額頭上 我是文殊師利菩薩利 我是觀音菩薩利 他不會告訴你 但是你沒有一個恭敬心 你看不到 如果你有恭敬心 他明明是一個乞丐 一個凡夫 他不是的 你就知道去考慮 好像曾經有人去普陀山 中國的普陀山 觀音菩薩道場 大家都很期望去那裡 會見到觀音菩薩 很多人都見到的 有人有個法師帶了一些人 去普陀山朝聖 那個什麼洞 那裡會見到觀音菩薩 前音洞 每個人見到都可以不同的 有站、坐、綠、藍、白 有不同的 要去看看 當然 有風景 當然會拍照 有個乞丐婆 在那班人的前面 走走走走去 看著鏡頭 看到乞丐婆 快來快去 看到乞丐婆 我突然說 阿婆 你走開一點 我們要拍照 你不要妨礙了 阿婆 怎麼說 你來這裡不是要來見我的嗎 當她再去看的時候 阿婆已經不見了 你要來見觀音菩薩 但因為你印象中的觀音菩薩 一定是白衣的 靚靚的 戴了耳環 在那裡 可能有阿彌陀佛在頭頂 你才認為那是觀音菩薩 不會的 菩薩來給你看 你有心來見 她慈悲給你看 但因為我們用了一個幼色的眼鏡去看 等於好像虛魂老和尚 如果你看虛魂老和尚 她不是為了她的媽媽 拜三年去五台山 那 文殊師的菩薩 驗什麼呢 就驗了一個 一個出家身 但是好像有些 髒髒髒辣辣 他就不知道 又叫虛魂老和尚 下雪了 你不要走 你要拜三年一拜 報媽媽的恩 因為她生出來一個球 她媽媽看到她 嚇死了 嚇死了 她覺得 我要為我媽媽 三年一拜 拜五台山 三步一拜 回向媽媽 那 文殊師的菩薩 當時叫她 你不要走 不行 我一定要走 那好吧 我幫你 你拜 你的行李 我幫你什麼 叫什麼名字 我叫文吉 就是文殊師的菩薩 那為什麼去到呢 找不到 因為去到自己 人家看到 這個和尚 帶著一個 那個出家人 不像出家人 黑衣不像黑衣的人 然後 不要看 我幫你去到那裏 我幫你先行李 拿到那裏 你去到那裏 便找到我 找不到 文殊師的菩薩 是熱 他沒有真的 演過菩薩身 如果你看一些歷代高僧 他遇到很多菩薩的事 是沒有真的打正的招牌 我是阿彌陀佛 我是觀音菩薩 所以變成我們 一定有一個恭敬心 你沒有恭敬心的時候 你遇到寶 你不知道是寶 你當是和港草 真的 你不會 那還有 我們在學佛的過程當中 你可能出街 找到一個黑衣 問你拿錢 那個菩薩來考你 真的 我已經不是第一次聽別人說 我聽過兩個人跟我說 他轉頭 當他起了心 我覺得 哎呦 這樣不對 應該給他 轉頭不見了那個人 任你怎樣找 怎樣看都沒有 只是轉頭 剛剛問你 你不給他 想想好像沒有 應該給他 轉頭已經不見過人 來考你的 嗯 還要拔著你 問你拿錢 那些可能是菩薩來考你 所以你看到 啊 那個會不會騙我呢 如果你怕他騙你 那 你就 用你智慧衡量一下 你身上 你身上也不會帶了整副身家 你給了多少 你給了多少 闊老忌 不會給到十萬九千七 你會給到十萬九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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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菩薩就是考你 我聽過兩個人 試過很多次 那個人就聰明了 終於第三次聰明了 立即做 是知道菩薩來考他 有很多事情 不是普通的 當你回頭回想一下 為什麼在這個場合 在這個地方 有這類人出現 但是回頭就沒有了 即是你再分析 咦 不是啊 這些地方 這些場合 不應該有這種人出現 那你就知道 這些是菩薩的考慮 菩薩來示現 看你的慈悲心 或者為什麼會考慮 可能你剛剛 發了慈悲心 我要做大慈大悲 大喜大捨 哦 你發了心 哦 上面的玉皇大帝又知道了 帝式天皇又知道了 又來示你 一樣就有些捨離忽 可以發個慈悲心 然後怎樣 上面就有些人來 示現黑衣 問你拿著眼 你把眼睛畫上 左眼右眼又畫 你的眼臭 踩兩腳 然後你退了心 哦 然後人家說 哎呀 我是上面不下來的 我來考考你 你不要沒有信心 那又怎樣 又要扶持回來 是嗎 讓你再發一個慈悲心 你要為重生做事 所以變成說 我們在日常人生活當中 你認為培養聖胎 當中有很多菩薩 有真菩薩 有肉身菩薩 來同理考試 所以你自己 就要怎樣 百恩元 有得做 不要理他 神也好 人也好 騙你也好 什麼都好 做了 有殺錯就沒有放過 做了先 你不會給很多 你真的不會給很多 是不是 你不會給很多 但是怎樣 有一個悲心就是 他就算真的騙我 他騙我多少 十元八塊 是嗎 很坦白 十元買不買得到 一個飯盒 買不到 是嗎 十元也買不到 你就當成說 十元 我就幫一下這個人 是嗎 就是你用一個心 他騙我的 是他自己負的因果 是嗎 是嗎 我做我自己的事 我可以給到 我就給了 當然如果我自己 都沒有這樣的能力 那就沒有辦法 但是要想想 當年 佛陀再世世 貧女 一聞前供燈 連木見年 都不認識那個燈 那個供佛的燈 你想想多厲害 你一念的誠心 就已經怎樣 改變了 你自己很多事情 好像 家攝尊者 遇到一個貧女 打算要跳海 哭哭哭哭 就說 讓你把貧窮賣給我 怎樣賣 你來你就在河裡 拿水給我 你就供養給我 你這個貧窮就賣了給我 真的有這樣的事 你去做 你自然 你慢慢很多事情 就會改變 誰不想大富大貴 好好地 但是因為我們過去心的因緣 沒有智慧 沒有做得好 所以今生就是 你的果就是不好 那我們今生去收 我收得多少 去收 遇到需要去救濟 我可以怎樣 身體力行去做 隔離輪舍的 圈寒問戀 我們都可以做一句 人家有什麼事 我們問候一下 都可以 有錢出錢 有力出來 不用說 我沒有錢 不能做 不要緊的 需要一個 問候的事情 你去做 你已經是怎樣 結到一個人緣 當你結到一個人緣的時候 你怎樣 你慢慢的 因緣就會改變 那你要說 參學善知識 不可以懶惰 有虛心 有一個恨心 有一個誠心 有一個恭敬心 有一個恭敬心 對於善知識 去教你 你應該認真 去聽教 去研究一下 去講得 有沒有道理 因為有時 善知識 都會考試 我曾經聽過 有一個老和尚 跟一個 好像是沙味 沙味說 有一個居士 你知道 居士有機會 經常來寺院走動 他就說 嗯 這個居士 很好 你跟他結婚 很好 沙味就知道 老和尚 考他 師父 不可以的 不可以結婚 他說 你結一次婚 對你的修行上 是很有幫助 那三明鋼師父 一次婚都不可以結 考你嘛 考你的堅定心 你會不會動完 還有沒有智慧 是否叫你 你就去做 想想師父 那個說話 是否有點玄機 你先 是否說 話中有話 是 即是說 善知識 他叫我們 我們無可否認 我們要聽 但是 看看善知識 是否 話中有話 要我們考 考考我們 還是 我們跟善知識 會不會也有問題 因為經典有說 如果你的師長 原則上 就是師長 叫你做的事 我們跟著去做 但如果師長 所叫你做的事 在有些事 不是太妥的時候 你就考慮清楚 那你怎樣 就不可以去做 所以這個 親近善知識 我們不可以 對善知識 有所懷疑 但是 他教我們的事 我們要聽 看看究竟 是要考我們 故意 或者是真的 那裡有些問題 這個都要自己 要去知道 去了解 所以為什麼 要多些 親近善知識 以及 我們要去看多些經書 你才知道 還有 因為菩薩 為了要普道眾生 所用的善考方面 是除了眾生的根系 而有所不同的 所以 可能 善知識 對他是這樣說 對你 未必是這樣說 因為 每個人的根性 都不同 所以 當時 在釋迦茅尼佛 他 跟很多弟子 講經說法 當時 有些 聽了釋迦茅尼佛 講法之後 有些人去了東邊 有些人去了南邊 西邊 當佛陀 裂盤了之後 覺得 需要經典去結集 結集的時候 便發覺 你又明明聽釋迦茅尼佛 講 我又明明聽釋迦茅尼佛 講 為什麼你聽的 和我聽的 完全不同 因為釋迦茅尼佛 因 跟眾生的根基 說法開線 所以 變成有不同 後期 他的弟子 在結集經典上 有不同的 有個說法 這不是太大問題 看過 眾生的根基 之後 文殊施利菩薩 告訴善財同志 南方有個角土 叫聖樂國 那裡有個廟風山 山上有一位叫德魂比丘 這是第一個去參訪善知識 就是德魂比丘 你去參訪他 在善財同志五十三參來講 除了有比丘 有在家 有童女 不同的人 有外道去參學 這裏都是一種菩薩事言 菩薩都有不同的 應以何生得道者 即以何生而為說法 所以在經典上 有看到 為何 轉來同志 或是同女 或是愛道 婆羅門參學 這只不過是菩薩事言 但很肯定 在參學 頭幾位都是比丘 在佛教來說 亦是告訴我 三寶之一 就是個增寶 即是說 我們佛教來說 三寶 離不開增寶 所以變成一個 故事的鋪排 就會由比丘開始施 比丘 就是代表增寶 所以變成了 我們聽經文法 不可以缺日 有些道場 只有法寶 沒有增寶 打正法寶的招牌 去講經說法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 有些處理事情方面 就變成 有些道場 只有法寶 就沒有增寶 變成有些事 就比較縮骨 就不太好 但是現在的潮流 都是流行這件事 大家就要去想想了 還有我們在學佛過程當中 我們是否只有心中一個法寶 而沒有佛寶 沒有增寶 有些地方只有法寶 你連佛像也沒有 當然可以說是無相 但是在一個學習的階段當中 來聽的人來講 他是一個寶寶 你什麼都沒有 簡而清的話 他習慣了 變成他的心態 也沒有佛寶 沒有增寶 只有法寶 他以後會怎樣呢 很容易 頭髒髒髒 看不到其他人 更加會對出家人 也會不恭敬 對一個目雕勵索 他只是當作目雕勵索 這個會令到我們在一個學習的過程當中 會沒有那麼好 因為你已經只有一個法寶 認為有很多人在明相上去認識 他會覺得我比你看得多 我比你懂得多 我比你懂得多 但是為什麼 他沒有真正去實修 他只要去聽 好像讀很多書 聽很多 但是 是一個好像曾經在中國佛教的時候 稱為清談佛教 大家在這裡說 是債託 不懂得做 會有這樣的現象 大家所謂留意一下 那好吧 那善才童子呢 就去到這個 廟峰山 山上 當然很多 那些 不是那麼容易 山上沒有什麼 又泊路 你自己爬山 又要有很多草 有很多藏 那你就要 比較辛苦 走完一座山 都見不到 許要參方的善知識 到第七日的時候 他才在另一個山峰 才見到德魂比憂 在那裡驚行 那善才 就向德魂比憂鼎禮 和幼妖 這個就是我們佛教 如果大家看到經典 為什麼要幼妖三宅 是我們對佛的功技 現在呢 善才童子 當德魂比憂 亦都可以當他是佛的功勁 所以就醉了鼎 他還會 轉個圈 或者轉三個圈 就求德魂比憂 去告訴他 一個修行人 如何去學習 這個菩薩行 以及修這個菩薩行 以及達到圓滿 普圓行 希望聖者能夠 循循善誘 你告訴我 我應該怎麼做 德魂比憂 非常讚嘆 善才同志 因為他想知道 如何去學 這個菩薩行 以及修菩薩行 圓滿普圓行 圓滿普圓行 就是說 成佛過 希望行有成佛 那應該怎樣呢 讚嘆他 他告訴我 我這個法門 叫做 修法門 叫做 智慧光明普見法門 法門就是怎樣 只要大家要老實念佛 念到就是口不離心 佛不離口 念念都是從心起 念念是不離心 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念到這個時候 就會怎樣 眼前清淨 能夠智光照耀 能夠令到所有障礙 都會消除遠離 能夠去到十方的諸佛角度 能夠去恭敬 可以供養一切的佛 這個 只不過你一念之間想 就能夠達到 其實這裡所說 念到口不離佛 佛不離口 就是怎樣 要你心佛眾生 三無差別 因為你已經怎樣 與佛的心相應的時候 你就會一念之間 已經去到十方的角度 也能夠一念之間 供養十方的諸佛 善才就問 一個行者 我們怎樣才能夠 令到自己的堅定 自己的信念 才能夠增進我們念佛的功效呢 他就說了 一個人念佛 就要怎樣 時時要憶念 諸佛偉大的 和成就的功德 這樣才能夠增加我們的信念 其實這個也是說 我們一個學佛的人 我們時時要憶念三寶的功德 如果我們沒有憶念三寶的功德 你會進 今天很精進 但是你會是怎樣 又退回三步 有沒有走過沙漠 如果你有機會 走過沙漠的地方 我就走過明沙山 如果你是自己走 你不是跟前面人的路去走 你走一步下去 你會退回三步 如果你跟著前面人 走過沙漠的路去走 你就可以一步步走上去 亦都是同樣 我們一個學佛 我們怎樣去學佛 怎樣能夠上求佛到下化眾世 我們必須要怎樣 跟著前人的路 前人的路是怎樣 一定要恭敬沙寶 還有你時時憶念三寶 所以我們能夠看一些 譬如高增大德 或者你去看釋迦茅尼佛的本身經 本身談 牟子結以來的時候 牠都在地獄 或者是做過畜生 他如何今天成佛 你看到牠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釋迦茅尼佛也在地獄 釋迦茅尼佛也做過猴子 做過鹿 做過獅子 做過龍 你看到釋迦茅尼佛也在地獄 牠也是一個凡夫 牠如何修行 因為牠如何發生 然後牠每一生每一生修行 牠終於圓滿了佛果 所以我們經常要 憶念三寶功德 噢!佛是這樣的 佛都好像我一樣的 曾經是一個凡夫 我亦有機會成佛 還有就是 我們憶念三寶功德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有一個信心 尤其是當你在失意的時候 你要想想 諸佛菩薩很慈悲 祂不會捨棄一個眾生 只要我好好的去求祂 我這句佛所說的話 我不去作奸犯科 我相信我一切 今天所遇到的逆境 是我自己過去生 修得不圓滿 所以我有這樣的逆境 今天我要怎樣? 不要緊 我當下受了它 沒有不來的春天 沒有不圓的冬天 冬天一定會完結 春天一定會來 我只不過是一個關卡 我過到這個關卡之後 我一切都怎樣? 會好的 你要這樣去想 那你憶念佛 佛的功德 因為佛不是出生就是佛的 它是經過很多的無恥劫來修行 它才是圓滿的 它亦都好像我們一樣 一樣是經過凡夫的階段 那你憶念佛都可以 人家都可以 為什麼我不可以呢? 還有未來的佛都會成就 有很多佛的成就 為什麼我不可以呢? 當你想到佛他們的功德 他們能夠成就 我也會成就的時候 你自然怎樣? 你心不退 還有當你遇到逆境的時候 不用怕 說給別人聽就麻煩了 驚人就好像唱通街 說給他聽 他不會告訴別人 你說過什麼 只有你知道 他知道 第三個 不知道 你不開心的事 交給他 你求他給你智慧 我怎樣解開你心中的結呢? 我很不開心 我遇到一些事很不如意 我不知道怎樣算好 不知道怎樣做好 你給我智慧 你安我的心 你求他安你的心 你求他安你的心 達摩祖師 就要弟子拿個心挖出來 去幫你安 你求他不會挖你的心出來 不用挖你的心出來 你自然就安了心 你就是這樣跟他講 你跟他多溝通 自然呢 你就會收到他的信息很快 我自己也是 到今時今日 當我要做一些事 我不知道 我應不應該去做 我不知道 我應不應該去講 我就會求 我求觀菩薩 你告訴我 你聽吧 我覺得有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有些遺難 不說 又好像不只不開心 說又怕得罪了人 令人不開心 我這個人又這麼笨 怕自己直腸直肚 直骨淚脆地說出來 太坦白 別人聽了 覺得韌耳 覺得我在說他 又不好 不如你告訴我 如果我要說 我應該怎樣 說話動聽 別人聽了 不會覺得韌耳 覺得很好聽 不要說感謝你 至少聽了 不會覺得不開心 不會硬心口 應該怎樣說 應不應該說 應不應該做 我就求 你告訴我 我怎樣去做得是圓滿 因為我們 學佛過程當中 都會碰到很多 一點點撞撞 我怎樣能夠是 圓滿些 做一些事情 又不會跟傑樂園 又能夠做到 當然你不是為名為利物 只不是有些 生活上的事情 生活上的事情 引人之間 相處 因為有時候 你是想告訴別人 但有些事情 不接受你的 變成麻煩 所以我就求 自然很有趣 佛菩薩會 佛菩薩不一定 你問我 然後開口 跟你說 不會的 自然 是有人 會跟你說的 自然 然後你就會聽到你要聽的答案 很有趣 自然 那個人跟你說話 你就會 咦 那個答案就在他口裡出來了 你就知道應該怎樣做 很有趣 我試過 每次都很靈 每次要靈 即靈的意思 你要找到答案 就是你經常都要跟他溝通 為什麼經常溝通 念他的名字 君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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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經常去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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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有感應 不是 口唸 心要去念他 口唸沒有用的 心經常去念他 念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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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一念佛菩薩 就有一種好處 所以很多人說 你們要去念 好像阿公阿婆 不是的 因為你經常去念他 第一 你的心會跟佛相應 自然你的身口意 你就是怎樣 跟佛的身口意 清淨相應 你不會 佛不會的 佛不會做些事 佛不會這樣罵人 佛不會這樣 即是你不會去做 我們學佛 學佛不會這樣罵人 不會這樣做事 自然你怎樣 你的身口意 就怎樣 與佛相應 你修正了 不會用一種凡夫的態度 別人這樣對我 我又這樣對他 以暴對逆暴 沒有用的 自然就會改 你以佛教的角度去看事情 以佛教的角度去處理事情 我們世間人 如果沒有學佛的話 或者我們仍然 雖然有學佛 但我們會迷 我們會以世間的方式 你做初一 我做十五 那這個結 沒完 沒了 結到下一生去 但當我們學佛的時候 就會明白到 你敢來 你敢去 今生已經不好 原相 即是遇上 你再結下去 下一生就會相逐 今天你可以踩住它 下一生就是它踩回來 那你就慘了 所以就怎樣 不要 以佛教的因果法則 因緣法則去處理事情 寧願他附我 我不會還手 我只是怎樣 閃 又不會這樣站著被他打 閃 是不是 閃 我又覺得 又沒有什麼需要 被他扔心口 丟一次就好 哎呀我欺負你的 被你丟一次 我不追究就算了 那就是 你自己 要去 避重就輕 當然有時候 在做事上面 或者在家上面 真的好像是 冤憎會負荷 那這個就要另類處理 這些 那這個就講經 就是我們 我們要 對山寶 益念它的功德 我們呢 就能夠堅定 我們就能夠 遇到 見到 諸佛種種 和他們在一起 我們就會 得到這個法羅 之後呢 還未夠 德雲比丘就說 你在南方 那裡有一位 海雲比丘 第二位的出家 還出現了 所以來講 佛教來說 我們最重要的是 四種弟子 一般來說 就是 比丘 比丘是行頭 所以經典的鋪排 都是比丘先 比丘 比丘 比丘來 我們先看 豬婆室 是 和優婆室 是 優婆室 那是 guild方式 合佛居室 云婆室 又婆室 就是 現在 就是 近域 oh 不是大眼姀 近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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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是 近域 tac 是你親近一些學佛法的人,親近一些師傅 所以你就親近他們去學習,所以叫幽婆室,幽婆兒 一般來說,例如你去十八關齋戒,去寺院 你就是怎樣?去十八關齋戒,親近那些師傅的開示 令到我們的心能夠香善 好像有一個女士,她家裡有種花,每天把花拿去寺院擦花 有一天遇到寺院那位無德禪師,無德禪師讚嘆她 她說,你這麼好,你經常來寺院供花 經典說,你會很莊嚴的,你下一身 她就跟那個禪師說,我覺得在家裡很煩 在這裏就覺得很舒服,無德禪師就跟她開示 你覺得煩,你來這裏,希望過下的神中無故 禪師就跟她說,你的脈搏就是你的鼓 你的呼吸,就是你的神中 意思就是說,你能夠去觀照你每一個當下的時候 你何嘗,不是已經是神中無故 何必一定去到寺院 那這個就是怎樣?她來到寺院,聽到何 禪師跟她開示,她就明白道理了 她就覺得自己很煩,不知怎麽好 禪師就說,你才插花,你才插花 那怎樣保持那個花,能夠新鮮呢? 她就說,哎呀,要換水吧 每日都要換花水 還有就說,那些花腳浸得久 會腐爛的,你要修剪 禪師就說,同樣,修行也一樣 那我們經常都怎樣? 關注我們的心 我們修整我們的心 我們的心態,我們的行為 就好像怎樣?換花水,剪花腳 那就是說,我們能夠去一些善知識那裏 聽她的教誨 我們聽了教誨之後,我們慢慢去做 那我們自然,那個煩惱就會減輕了 而我們的心量就會去大 大的時候,你就不會去那麽多計較 你的人就會比較開朗一些 所以說,一個佛教來說 一般來說,四種弟子就是 比丘,比丘尼,有婆塞,有婆兒 即是說,再加男中 再加學佛的男中 再加學佛的女中 那這個叫四種弟子 這個一般這樣說 再細分就是七種弟子 這些又說到壽界 這些就等你們自己去佛學班聽 那善才就是鼎禮這個海雲比丘 就跟聖者說 我已經發了菩提心 想要進入一個無常的智海 但不知道怎樣做才能夠達到這個境界 那這個比丘就說 哎,你真的發了菩提心 他說,是呀,我真的發了菩提心 那比丘開始說 一切的眾生 如果他沒有中過善根 就不能夠發菩提心 這個是肯定的 如果你沒有中過善根 你不想發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發成佛的心 上求佛道,下化眾生 你沒有中過善根 你不會做 等於在座各位 你們來參加聽佛學講座 你沒有中過善根 你不會上佛學班 你可能說,我遲了十年才來聽 十年前我已經遇過佛教 但我沒有來聽 善根不成熟 十年前遇到只不過是拆身而過 十年後你會走入佛教的地方 能夠聽 就是你的善根已經圓滿成熟 這個果成熟 所以你願意擺下 晚上的可能的 去玩 去朋友唱卡拉OK 或者去喝喝吃吃的活動 你不參與了 你會來聽經 這些就是你的善根 你中了 你不中了 你不會去參加這些地方 還有就是你和佛教的緣 亦都是不錯 要不然你可能去了一些 聖母馬利亞的地方 你去了這些地方 不同了 緣不同了 當然很多人 是基督徒或者天生教徒 他因緣成熟 他可能在那裏十幾年 二十幾年 因緣成熟 他會來學佛 同樣也有一些佛教徒 可能他學了幾十年之後 他又會去了基督教 這個就是你那個圓 圓轉變了 那邊成熟 你去這裡 我曾經聽過一個基督徒說 他是一個基督徒 他亦都是洗了禮 亦都是教會幾十年 整天都去教會 但是他很有趣 他的教友不約而同 不同時候 不同人物都跟他說 突然跟他說 我覺得你好像佛教徒 你不是基督教徒 他又不明白他的教友 為什麼經常說 他覺得我100%的基督徒 所有活動我都會來的 還絕對不會缺席 又經常查經 他們查經 看基督教 聖經叫做查經 他們經常都看 經常都參與活動 但不知為什麼 他的教友經常都 不同時候 不同人物都會說 我覺得你不像基督徒 我覺得你們是佛教徒 他都不明白 直至到 有一個姻緣 人家給了 有些人去西藏 有些戒指 不是幾個環嗎? 有沒有見過 尼泊爾 西藏有些戒指 是幾個環 原來 組成了 可能是 觀音菩薩的六字大名 歐媽 那次人家旅行 就 買了手信 送了戒指 女兒 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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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什麽都不甩,那就算了,不甩就算了,大了就算了,沒所謂就當作裝飾品 反正你不是佛教徒,你又不知道他那個解釋是歐媽的啤酒 基督徒可能沒有去過也不知道,你未必有人去留意,女生很多飾物都不奇 有一天,他們四個人就有人駕駛私家車,四個人坐車,出去 他很奇怪,脫不得脫,但可以轉的戒指 剛才可以轉,但不能脫,那天四個人坐在車,聊天,有人駕車 他嘴巴聊天,手在那邊轉,都要戒指 他就沒有心,轉轉轉,有些事情就不可思議 那怎麽知道,交通意外發生 對方的車呢,就剛剛撞,他是坐那邊,駕車別人撞,就撞他那邊 很奇怪,他旁邊的朋友受傷,是撞他這邊的,但受傷是他的朋友,是這邊 他一點傷都沒有,他覺得很奇怪,為什麽明明對方真的撞我坐的這邊 應該是我受傷,但不是我受傷,是我的朋友受的傷 他覺得很奇怪,因緣到了,他接觸到心經 他在一天之內,就學會背心經 他只是好奇,有個心經,他不知道,所以用來讀 讀了,覺得有味道,讀多兩次之後,他懂得記 他的妹妹還是他的姐姐,學了一年的心經都讀不曉 背不曉,他就一日之內,他可以讀,懂得讀 即是未必說那個波野,他讀得對,但起碼他整篇心經 二百六十個字,他一日之間去背心經 他亦不明白,為什麽自己會背息到一個心經 那恩緣到了,他開始,在書局不是有些佛經嗎? 他去買一些佛經來看,覺得很好,很有味道 他開始怎樣?轉了佛教徒 但他又很喜歡回教會 他覺得回到教會的感覺,是很舒服 當然了,你去了幾十年,幾十年都不舒服就怪了 你早上就離開了,是嗎? 他又退休了,他去閒事,他就去回教會 他說為什麽?那個環境很安靜,可能好像圖書館 有報紙看,有免費的 他說,他每天都回到那個地方 但他說,我沒有告訴別人 我已經,其實已經信了佛教 那個人很開心,他就告訴我 我說,其實你在轉那個戒指 其實,如果我們西藏,我又說 你是在轉那個法輪 因為你在轉那個戒指 是寫著,我媽的病不好 因為你在這裡轉,無形中 你就是 那個劫子,你是擋了 菩薩幫你 所以反而是你的朋友受傷 你沒有受傷 他覺得是不可思的 但因為他說,我自己很喜歡教會 那種感覺很安靜 那可能呢 其實我們佛教徒 我們自己身為佛教徒 我們有反省一下 人家覺得教會很安靜 那雖然沒有說 你想想我們 在法會當中 我們的佛教徒是沒有很吵的 很吵啊 好像一個虛啊 男的男說,阿公阿公說 阿婆阿婆說,女的女說 很吵的 人家不說就手機說 還流行呢 霸位 海青就擺一個 手袋就擺一個 不知道什麼就擺一個 千萬不要 唉 你擺霸位 你就等於有了人和分別 你掌揚了人和分別 是不是 你掌揚,這個是我的朋友 或者我家人 他們誰先來先霸位 那你就掌揚了一個分別 你有一個什麼 沒有平等心 有人和我心 有人和我心 有人和我心時 你的慈悲心不夠 不要 我們去到一些法會的場合 不要去霸位 所以 誰來 誰來 自己來 就是 霸位 自己的位 就好了 拜佛 而已 是不是 你來拜佛 不是來拜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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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讀經 不是來拜佛 不是來拜佛 是嗎 不 這樣 那麼正好 就坐在一起 其實不坐在一起更好 休息的時候 你去完廁所 你去回拜佛 你自己念佛 也好 看書也好 打坐也好 更清靜 如果你兩個走在一起 叽叽呱呱 說得難聽些 要說 回到家裡再說 出到街上去茶餐廳說 不要在寺院說 是嗎 如果你討論佛學 就無所謂 如果不是討論佛學 說完法外的東西 沒有意思 除非那個人 最近身體不好 或者是心情不好 你開解一下 是另一回事 如果不是 不要說一些 對對方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的東西 來學佛 來參加法會 就希望自己身口意 和佛菩薩身口意 三頁清淨相應 我們聽完一些 不該聽的東西 就沒有意思 真的要說 很久沒見了 一個禮拜才來一次 拜佛才見到面 要去講 你拜完佛 你就出去找一間茶餐廳說 就不要在這裡說 所以其實 為什麼人家 會覺得 我仍然很喜歡回教會 可能 那裡人家的氣氛 是比較寧靜一些的 我們 就比較吵 尤其是我們香港人 我說 我在台灣讀書 我同學問我 他說 你們香港人 不是每個人都聾的 我覺得 我去到香港 哎呀 好吵 每個人說話 的喪門 是高的 好像 聽不到 每個人都抹大喉嚨 你們香港人 是不是每個人都聾了 我說 不是 香港人聾 香港人習慣喝茶 香港地方小 地方小 這麼多人去喝茶 這麼多人說話 碗筷 聊聊 所以我們習慣 說話很大聲 所以變成 好像 你在地鐵 或者巴士 真的很吵 尤其是 我覺得自從 有手機的流行 就更加吵 他說我的電話 好像 整座 14座位 人都做了去聽眾 都要聽他 說話 你有沒有發覺 哎呀 很吵 有時候逛街 你會看到 人就是這樣說 或者是聽 那些音樂 你站在旁邊 你都聽到 那些音樂的聲音 其實我想想 我們香港人的 下一代 很慘 又盲又濃 真的 有近視 屋小小 電視是大大的 你想想 真的已經比例不合 那你想想 我們有什麼辦法 不就是 遷到近視 再加上 那隻耳 打電腦又聽到那些 因為你吵 不想吵到 沒有家人的事情 聽到 上網 或者打遊戲機 你想想 你的耳 有多大傷害 那你還要 你出到街 還要聽到音樂 或者聽到電話 那你在火車 交通工具 又很吵 那你便要 拉高聲 說話 所以大家都聽到 你在說什麼 是很吵 還不好 就是 交通工具 又有些 有些廣告 有些電視 你的車廂是很吵 就是 其實整個環境 香港很吵 變成一個人 是很煩燥的 就是 你那個 心情 會不太好 就是 覺得很吵 出到街 那個環境很吵 去到哪裡很吵 所以別人來到香港 其實覺得香港人很吵 說話 如果你在日本 你會看到 一些人看書多 在香港 看到人的口說話多 看書就少 上班就 假裝睡覺 是不是 假裝看不到 拿著一本書 其實我就覺得 所以有時候 我都衰衰的 看到位置 立即霸了位置坐 我不是這樣 有時候想想 霸了位置 看誰是婆婆 我就讓她坐 我就會這樣 有時候 看到我就會 有時候 我很想說 你們年輕人 因為呢 如果我在家人 我都會發聲 但因為我現在 剃了頭 就說 師姑關你什麼事 我說不好意思 所以我就 不要想被人做口業 我不說 其實我會覺得 以前不是的 以前我回到家 斜對面屋 那個人 開電視機 開到 我連電視機 開到很大聲 我完全聽不到 電視機說什麼新聞 我直接去拍門 他說你什麼事 我說 你的電視機 你的音響開得太大聲 我開了電視機 教大聲音 我都不知道 那個新聞說什麼 我會直接告訴你 對方就會真的收勢 我會直接跟他去說 因為 因為他可能不知道 香港人就是屋小小 不知為什麼 喇叭就大大聲 整條走廊都聽到 他就真的好了 普天同慶 大家一起聽 不要習慣了 其實很多人很喜歡 習慣有聲音 你有沒有發覺 回到家 不開電視 是不行的 要聲音陪著你自己 咦 那我們的定 定 我們沒有個定功 不得定 而且你沒有了定 你的注意力 不在自己的身後 你觀察不到自己 其實我們都是培養著聖胎 我們做善事 是培養著聖胎 當我靜下來的時候 我們觀察自己的起心動念 你都是培養著你的聖胎 我們做任何事 你觀察到自己的心念 是不是跟貪真痴相應呢 當你知道了 跟貪真痴相應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改 你就是怎樣 你的聖胎是怎樣 正在增長 所以不要回到家 一定要按著電視機 一定要開來看 一定好像在家裡有聲音 你是扼殺了你自己 培養聖胎的因緣 有時回到家裡 家裡沒有人 是最棒的時候 你觀察你自己 如果你很害怕 回到家裡很害怕 好像沒有人很害怕 你想想你為什麼要害怕 你做什麼要害怕 我以前從小到大 我看到那把刀 我經常會很害怕 我覺得會 我會覺得有血 覺得會一塊塊 我會經常 總之無論看到 水果刀也好 就是普通刀也好 菜刀也好 什麼刀也好 甚至切水果刀也好 或者麵包也好 我經常都覺得 會傷害 就是會有血 有一塊塊 所以我每次看到刀 或者要切東西 我都要用刀 會很小心 經常覺得 會受傷 會有一樣 但當我後來打了 我才知道 嗯 我的謎底出現 我曾經經歷過 蓋身 某一身 經歷過一些 又用刀 所傷害的事情 所以我知道了之後 明白到 是我蓋身的種子 所以我今生看到刀 我會有一種恐懼的心 當我理解到 解了這個密碼之後 現在我看到刀 沒有了一種恐懼 所以當我們 為什麼回到家 只有一個人的時候 你會覺得害怕 你自己去解這個密碼 解到的 你慢慢去想 為什麼要害怕 我為什麼要害怕一個人呢 現在這麼安靜 我可以看書 看報紙 或者做自己的事 為什麼我不會覺得很舒服 反而我會恐懼 你去解這個密碼 我自己就能解到這個密碼 當我去 我打了我就知道 噢 我過去的身 經歷過這些事情 所以我又有恐懼 解了這個密碼之後 以後看到刀 沒有很多恐懼 當然也要很小心 因為這些都是利器 所以我們告訴大家 你發菩提心 是你無此劫而來的 我們有些恐懼 為什麼要這樣呢 自己去解這個密碼 你發菩提心 就說 你一定要有中善根 你沒有中善根 你不能夠發菩提心 我們有恐懼 也是中了一個恐懼的種子 你自己去解 你問自己 為什麼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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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問 你慢慢觀察你的心 沒有人害我 為什麼要害怕 你去抽屍剝架 你就會解掉你的恐懼 你的密碼就解出來了 做一個人要做到 普遍要種下廣大的善根 還有一個福德 所以我們要修福 也要修惠 還有修養我們的身心 修養身心 就是我們的身口意 三逆量清淨的時候 你身心就能夠收到 因為你的心意 就發動你的行為造作 當你收到你的心意 修煉到的時候 你的行為造作也會有所改變 我們遇到善知識 要盡忠 盡心去侍奉 還有要不持疲倦 還有就是要憐憫一切眾生 還有就是要發菩提心 所以發菩提心 就是能夠發大悲心 大悲心就是要 普及一切眾生 持悲喜捨 然後發大慈心 就是視所有眾生 好似自己 處於平等地位 所以去到法會 不要霸位 一切都是我的兄弟姐妹 都是我六親眷屬 不過今生大家 不懂得 有緣來到一起拜佛 都不是簡單 該生中了 去到寺院吵架 最不好 有些人參加八關齋戒 去吵架 好笑 所以我記得我以前去參加 現在妙法子有沒有辦法回齋戒 我當時去參加妙法子 有些八八關齋戒 你們都知道 唉 廁所當然不夠 尤其是洗澡 碰巧 洗澡 更加要排隊 哎呀 就是為了排隊洗澡 就吵架 麻麻煩 這麼辛苦 讓你來參加 千里迢迢來到這裡 大家會結局樂園 真的要反省一下 你參加八關齋戒 見一位一位 為了廁所等排隊 吵架 不要無謂的 所以你想想 線緣都來不及 還要結局樂園 這些也是 大家以過身又學佛 大家的時候 已經踩到對方的尾 今次回來 又是踩到對方的尾 挺麻煩 很麻煩 我都覺得 何必呢 是嗎 實在有好些事 你都看到 你看到人 你都看得到自己 我不要學他 不要這麼傻 發一個安樂的心 令到一種眾生 是滅除苦路 所以我們學佛好的 你學佛人家 都覺得你是大慈大悲 覺得你不會傷害他 那你就要秉承大慈大悲的精神 唉 就要做好些 還有一樣 不要說大慈大悲 被人欺負 人家說 你慈悲吧 你幫我做吧 你千萬不要 有些人欺負你慈悲 博你慈悲心 那他就假裝可憐 你千萬不要上當 真的 如果他假裝可憐 博你慈悲 你看一下 所以我們學佛的人 要 慈悲還是要自慰 不要掌愚痴 不要被他按住 當你慈悲 所有人受到菩薩界 不敢告訴別人 傻了 你只要說是佛教徒 他就已經欺負你了 大慈大悲 觀音菩薩 救苦救難 你學佛的 你是佛教徒 你就要慈悲我 誰說 你不對嗎 再打兩腳 傻了 我理得你 對事 是 當然 有時候要賣人情 看情況 不是說 有些人 會食著想 以慈悲 以同情 博慈悲 然後 他就欺負你 所以 不用理會 三十六腳 手為上 不要理會他 他叫你做什麼 你覺得多餘 不要理會他 我們要修福 修慧 所以 不要讓人 當我們 大慈大悲 你就一定要這樣做 不是的 都是要講自慧 讓他自己 不刺破你 你就再欺負別人 算數 發搖益心 要令到所有眾生 遠離這個惡法 發哀民心 令到所有恐怖的人 恐懼的人 令他得到守護 不用怕 發無愛的心 和廣大的心 和寬廣的心 清淨的心 令到所有眾生 捨離一切障礙 我們自己 希望我們自己沒有障礙 如果有人 有些障礙 學佛上障礙 我們是 可以的 幫一下他 提一下他 讓他捨離一切障礙 如果我們能夠學佛 遍滿一切法解 在虛空中 就能夠任夠往來 這些就是 你菩薩 在修辭上 你就可以達到這件事 也可以見到 所有的 諸佛如來 對於 看到三世的諸法 是不會違背 不會違背這個因果 我們這裡就講到 他見到這個善知識 他這裡就講到 他住了這麼久 那位 海雲彼優 也看到蓮花 蓮花上 有如來 看到 如來 講佛法 這些 也是說 佛 在轉化論 當我們不斷修辭 提升的時候 我們就會得到 佛菩薩 看到佛菩薩 為我們開示 或者看到佛菩薩 在所有各土裡 他如何去度眾生 這個就是 也不是這麼重要 說 然後第三位 繼續參與 善知彼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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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到這裡找到善知彼優 所以佛菩薩 去示現 每個人都不同 看到善知彼優 在空中出現 無數的龍天夜叉 恭敬圍繞 天空中 又散香花 還有一個很好聽的音樂 來供養 這位是彼優 善才見到之後 心情非常之開心 亦跟聖者說 我自己發佛菩薩 我應該如何收 希望聖者憐悶 聖者亦告訴他 善知彼優 我讚嘆你 隨起你 我隨起 說到十大行願 就是隨起 我們要隨起人是好的東西 不好的東西 我們不要隨起 其實我們往往人 心量不大 見到別人好 我們不隨起人 我們便會妒忌 這是我們很往往 無論學佛 不學佛的人 就代表他心量不夠大 在十大願王 亦都說到 是要隨起讚嘆 譬如我沒有這樣的機會去做 現在人家有這樣的因緣 可以做一些善事 或者做一些什麼 我做不到 或者錯過了因緣 已經做過了 已經發生了 那你隨起讚嘆 其實是很好處的 因為你隨起人做一些好事 其實你已經怎樣 是有一個功德 當然我們不是往往求功德 但問題是在我們的修學過程當中 功德是我們的資糧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些功德之糧 你好像說 你在地獄 那麼苦 或者你做了一個乞丐 你怎樣去聽經文法呢 你都沒有這樣的資源 但如果你有一點點 所以為什麼要是福同胃 為什麼我們是接佛的福同胃 就是希望有一點福 我們才有這樣的因緣 有這樣的時間 有這樣的機會 去聽經文法 你找朝不得晚的時候 或者在家裡 因親債主 纏住你 不放你 你又怎樣去聽經文法呢 你又怎樣去做善事呢 人家八月十五 甚至連賣月餅 那你都沒有辦法了 你唯有在家裡 坐在家裡 那你就沒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變了來說 我們就要隨起 那他就能夠呢 隨起、讚嘆、善才 你能夠做這件事 說要修菩薩行 願滿普賢的願行 那你已經怎樣 我隨起、讚嘆你做這件事 他就說了 我就成就了菩薩無礙解斷門 能夠隨心所欲 任來任往 沒有這個障礙 亦都知道眾生的心行 和宿命 因為我們能夠成就了的時候 你才能夠知道眾生 心裏面想些什麼 你就能夠善巧方便去導它 還有你能夠有這個宿命 你知道這個眾生 在過往生的因緣 在過往生是怎樣的事情 你就能夠去導化它 如果我們沒有這個 好像我們凡夫 我們沒有菩薩那種境界 我們導化不了 因為我們不知道說什麼 才是契合到他的心意 拉到他來學佛 我們可能做壯板 多於做事 但是如果菩薩他就怎樣 他修行 他有功夫 知道這個人縮世是怎樣 我怎樣去導他 過往生發生什麼事 今生夜 所以今生有這個果佈 我怎樣幫他解決 他現在的困境 他覺得很苦 譬如好像我曾經 我剛剛去台灣回來 就快8月8日 台灣是八百水災的 我今次去台灣 遇到一個人 去年那個八百水災就在小林村 我今次去那個地方 就是小林村的附近 我們在那個寺院 我們寺院那裏 也有個小道場 是寺那裏的人 剛剛那個人回來 叫他 我們寺院有念地藏經 每天念一部地藏經 不如你念 那個女士很淒涼 全家都死了 死剩他 很痛苦的 你怎樣開導他呢 他每天來都很痛苦 快一年了 他沒有了一個子 子女大了 一個地震沒有了 老公也沒有 所有什麼都沒有 那種我們 如果我們有功夫 就知道這些 可能是你過往縮生的因緣 所以你今天遇到 正所謂 家破人亡 什麼都沒有 有些就 全家族十幾人 死了死剩下一個 有些就在一個災難當中 他居然逃了出來 你想想每個人 你就是你宿生所做 所以今生你遇到 如果菩薩你有境界 你又怎樣開導他 你過去往生 你因為這樣因緣 所以今生你這樣 你開解他 引導他學佛 這就是菩薩 他知道 知道眾生的心 以及他知道他的宿命 你過往生是怎樣 亦都知道你未來 你現世 他就能夠怎樣 啊 能夠講經說法 即所謂一音說法 隨類各得解 每個人聽到 都能夠怎樣 心開而解 那他就問他 你為什麼會收到這樣 他就告訴善才 因為呢 只有清淨的律兒 言行舉止 能夠如法如律 那就能與大眾無礙相處 隨時隨時 是教化利益無量的眾生 那原來善著彼優 他過往呢 就是怎樣 對這個 律兒 戒律方面 是很嚴謹的授慈 所以今生 他繼續去授慈 所以變成他能夠在虛空中 任來任往 以及知道眾生 心裏面想什麼 還是知道眾生縮世的事情 亦都知道他未來的事情 所以就能夠導發他 那這個 我們就想起 佛教有句說話 諸惡莫作 忠善奉行 自正其義 是諸佛教 諸惡莫作 諸惡莫作 很多人認為佛教 哦 我不喜歡學佛 佛教這樣不行 這樣不行 其實不是 佛教一句就是諸惡莫作 只是叫你不要作惡 中善奉行 你能夠做到諸惡莫作 中善奉行 你自然你的身口義 你的義是清淨的 這個就是佛教 要求你這樣做 所以說 我們學佛 最重要就是這個 不要說 一定要受什麼誡 受什麼誡 諸惡莫作 忠善奉行 你做到的話 你就好 繼續修辭 就好似這位善奉彼陰 他能夠虛空淫妄來 知道眾生的 縮世的事 那現在講到這裡 我們現在先做回向 好,不用起床 我們先合神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亦都是回向 願所有世間 或者世間 不會有災難 沒有人為的災難 沒有自然的災難 不會有水災 不會有旱災 因為如果有水災 旱災 雖然是其他地方 但我們香港是靠外來的物資 我們沒有自己的東西 所以如果大陸好 外國好 有災難的 其實我們都是一家一親 大家都不會有好日子過 希望世間是沒有災難 大家亦都是吉祥如意 身體健康 阿彌陀佛 那我便拜佛 你們便問訊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